好,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東西是有關於凝結 上升氣流會凝結的問題 前面教過,水氣要凝結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是要接近飽和 第二個是要有凝結核 通常大氣裡面不缺凝結核 因為有很多的灰塵 那問題就是那它有沒有飽和呢 如果它沒有飽和,我怎麼使它飽和呢 好,假設30度C的空氣最多裝15克的水 20度C的空氣最多裝10克的水 30裝15,20裝10 現在我有30度的空氣,只裝了10公克,沒裝滿 請問你,我用什麼方法可以使它變成有裝滿 好,30裝15,20裝10 然後,現在30只裝了10,沒裝滿 請問你,我用什麼方法讓它變成有裝滿 No.8號 來 30裝15,20裝10 現在30裝10,沒裝滿,怎麼樣看到它變成有裝滿 蛤? 這個直覺反應就好了 這個人他有不知道,平常試就有了 30裝15,20裝10 現在30裝的10,沒裝滿,怎麼樣變成有裝滿 降溫請坐,降到20就裝滿了 還有別的方法,還有別的方法 還有別的方法 第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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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裝15,20裝10,現在30裝10,沒裝滿 怎麼會變成1,降溫,降到20就裝滿 還有什麼方法 30裝15,現在只裝10,沒裝滿 怎麼會變成有裝滿 請坐,再加5就裝滿了嘛 這不是平常試就會了嗎 這需要什麼學問嗎 不用吧 所以,飽和方法有1 2,降低溫度 這兩件事情,自然界都會做 繼續供應水,就是繼續加熱,繼續蒸發 但是我們通常用的是第二個方法 降低溫度 沒有裝滿 1,繼續供應水氣 2,降低溫度 就可以使它變得有裝滿 因為溫度比較低,飽和水氣量比較少 兩件事都可以做 繼續加熱,繼續蒸發 就是繼續供應水氣 但是我們通常碰到的是 第二個方法 降低溫度 降低溫度 怎麼降低溫度的呢 小學老師說 一團空氣上升的時候 預冷凝結 這句話是錯的 它不是預冷凝結 那怎麼回事 我們告訴你 但是我們會只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的告訴你 一團空氣上升時 因為氣壓下降 體積膨脹 溫度降低 所以容易達到飽和 所以它就會 開始就有可能會下雨 所以上升氣流比較不穩定 各位都 根據各位學的理化知識 你知道升到天上氣壓會下降 你也可以知道 其他下降之後 體積會膨脹 可是你不知道 為什麼體積膨脹之後 溫度會降低 我也不告訴你為什麼 那個是高中以後要學的 叫絕熱膨脹 所以我剛剛說 只知其然不知其 所以 好 我們升到天上 不是預冷凝結 是我自己就變冷了 我升上去 我體積膨脹 我的溫度下降 所以不是預冷 是我自己就變冷了 變冷 所以就容易飽和 然後凝結成雲 然後呢 就會容易會下雨 所以後面這些是重點 後面這些是重點 上升氣流不穩定 我們剛會會舉很多例子 它都是上升氣流 所以它都容易下雨 從此之後你就要記住 只要碰到上升氣流 它就會容易下雨 還是會容易下雨 這是它的重點 OK 一團空氣上升時 氣壓會下降 體積會膨脹 溫度就會降低 所以呢 這個圖上面 一團空氣上升 氣壓下降 體積膨脹 溫度降低 然後容易飽和 凝結成雲 然後我們來看一個 說明的影片 接下來針對大氣的變化 和雲的形成方式 讓我們來做個實驗吧 這個實驗結果 會幫助我們了解 雲的形成方式 首先來看實驗的設備 將塑膠紙剪成符合水箱的大小 將其包住水箱後 再用膠帶固定 塑膠紙接合處 用透明膠帶封緊 然後在水箱中放入氣壓劑 吹脹的氣球 以及數位溫度計 緊握塑膠紙上方 不讓空氣露出 並且用力往上拉起 此時水箱中的空氣會膨脹 氣壓會降低 氣壓一下降 氣球中的空氣也會膨脹 氣球就跟著膨脹起來了 你幾乎看不出來它在膨脹 有一點點 溫度會下降 這次請注意溫度計的變化 當塑膠紙被往上拉起時 可以發現水箱中的氣溫下降 從這個實驗可以得知 空氣一膨脹 溫度就會下降 接著在水箱中放入少量的熱水 放熱水的目的是要讓它多一點蒸發水蒸氣 再放入蚊香的煙 放煙的目的是要增加凝結核 進行相同的實驗 當塑膠紙被往上拉起時 水箱中產生霧氣 為什麼會產生霧氣呢 讓我們來想想看剛才看到的現象吧 當塑膠紙被往上拉起時 水箱中的空氣會膨脹 水箱中的氣溫也會跟著下降 氣溫下降時 飽和水蒸氣量變小 空氣中的水蒸氣會因為達到露點而凝結 不要管露點的高中的東西 就是容易飽和凝結就好 水箱中也因為溫度下降 使得空氣中無法包含的水蒸氣變成水滴 水中的霧氣是肉眼無法分辨的細小水蒸 大氣中產生的雲霧現象也是基於同樣的原理 好這就是告訴你說 氣壓下降 體積膨脹 溫度會降低 然後東西都容易飽和凝結成雲 然後有雲就會容易會下雨 所以這些事情我們後面都會提到 它都是因為它有個上升氣流 然後呢所以就容易有雲 然後就容易會下雨 高氣壓天氣晴朗 低氣壓清晴陰雨 後面就會交因為低氣壓中心是一個上升氣流 所以它就容易會下雨 比如說東北季風北部東北部地區地形台生 它就通常要殺一個往上跑 因為地形台生而多雨 這個應該地理也有唸過 就像什麼基隆的地形雨 你記得嗎 就是因為地形台生而多雨 還有銀風面 颱風過經的時候 銀風面雨是特別大 以後考試就考你畫了颱風 問你哪個地方的雨是比較大 那就是兩種比較大 一種叫做銀風面雨是大 一個是靠近颱風中心 雨是大 就這樣 那這些都是低氣壓 跟這個地形雨 跟這個銀風面 都是因為它會形成一個上升氣流的關係 所以它就會容易下雨 等會框框紅色框框框起來字 就是你要抄在講印上的字 這個圖是你地理課本上應該看過的 我們除了第一個國中的課本不太教之外 其他都有提到 一個就是太陽曬 太陽一曬水就蒸發往上泡 那就可能有旺盛的對流 旺盛的對流就會形成激狀 就會下雷震雨 所以太陽加熱地面 就有一個上升的運動 水氣就往上泡 這個我們的課本基本上沒有太講這個 其他都會講 然後還有剛才講過的地形的 地形的抬身 或者所謂的颱風的銀風面 風吹上來吹過山上往上跑 然後就是地形抬身 就是所謂的銀風面 這邊會容易會下 還有我們後面會教的 地理剛才提過的 後面的抬身作用 後面的抬身作用 還有我們剛才講的 DCR中心是個上升氣流 那些氣流 這些都會有個上升的氣流 因此都會容易會下 所以剛才跟你講過了 學習的重點就是要記住 以後只要看到它是上升氣流的 它就會容易下雨 天氣就會不好 那為什麼上升氣流 天氣會不好 因為一團空氣上升時 氣壓會下降 體積會膨脹 溫度會降低 若容易飽和 因此容易凝結成雲 有雲就會下雨 OK嗎 各位先生女士 有人無人問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 謝謝